中山区西定市场外面边沟勾盖因为孔隙比较大 有民众向市议员庄静盛反应容易造成行人半岛受伤 因此庄静盛特地办理会刊 将争取预算重新整修周边大约60公尺长的边沟勾盖 维护行人的安全 常常有民众因为这样行经该路段 造成那个孔洞可能有的脚比较小 甚至有些小朋友造成他脚去卡在脚踝卡在那个水沟的缝隙里面 这个已经有长时间已经没有维修了 有很多甚至钢筋裸露的状况 我们今天会刊我们希望我们金融市政府 很赶快来重视这样的问题 在未来西定路所有的自来水管线更新之后 我们一并将这些海水沟群一并来更新 庄静盛表示由于西定路将进行老旧自来水管线更新工程 建议相关单位能够同时施作编沟整修更新工程 减少施工期间的交通困扰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